凌晨十分男子全身包紧紧 趁着私下无人偷偷摸摸闯进店内翻箱倒柜 没多久便把柜台收银机里的现金一扫而空 接着跑到巷弄内清算自己得手多少钱 迟到店家开门营业 发现钱怎么不翼而飞 气得报警处理 后门做破 门锁破坏然后进来这样 蛮夸张的 因为他有破坏监视 就是监视设备 就一般的行窃 应该都是拿完就走 警方货报群线追查 却发现受害的还不止这间酒吧 牛肉面一口接着一口 好吃到停不下来 部落客开影片介绍了这一间 东区知名牛肉面店 也遭嫌犯三度闯空门 嫌犯陆续得手将近七万元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这一名业性嫌犯相当狡猾 除了骑车还会搭乘大众运输 制造断点 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终于在淡水住处 将人逮捕 根据了解这名业性嫌犯 过去曾是一名送货员 借着植物之便 也得知部分业者会将钥匙 藏在店外隐秘位置 这回疑似缺钱花用 才会动起歪脑筋 下手行窃 如今终于落网 店家也终于能够松一口气 三天之后 网友就来先以台北采访报导